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提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是立即能够想到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必曾世界考古专家公认 古埃及文明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据相关资料记载 象形文字诞生于公元前五千年 古埃及考古专家 联合欧美考古专家 在考古过程中发现了最重要的证据 他们研究金字塔木中 在法老王纳莫尔的铠甲关节板上 发现了最早的象形文字 古埃及文明也成为人类文明的开端 然而随之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古埃及文明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比如河南考古专家 在考古过程中发现了轰动世界的音讯遗志 专家在音讯遗志中 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甲骨文 考古专家供摸若经过细致研究推测 这些成熟的甲骨文的时间 会知错到遥远的战国时期 远古甲骨文的发现 一度引起西方考古专家的极大关注 他们生怕中国考古发现的文明超过西方 80年代以后 我国的考古事业在国家的支持下 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全国各地的专家纷纷加入考古的行列 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专家们在各地考古中 发现比甲骨文更加久远的文字 比如在1983年到1987年 这五年的时间 河南考古专家在武阳县北五度镇甲湖村 再度发现轰动世界的甲湖遗址 考古专家在发掘甲湖遗址的过程中 他们除了发现震惊世界的甲湖古离外 甲湖遗址中还出土了众多雕刻之神秘符号的归下 我国专家经过研究再次对世界上最早的文字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产生了严重质疑 考古专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碳14同位素追踪发现 这些硅甲上的神秘符号 它们出现的时间竟然比先前发现的甲骨文早1000多年 它们出现的时间距今已经7500到8000年 这些人发现立即引发世界考古专家的争议 欧美专家先后来到甲湖遗址进行研究 他们面对这一步中的事实却绝不承认 因为一旦承认 我国的文字将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同样我国的文明更加超前 这是欧美以及西方考古专家不愿看到的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我们可以连读解释 一定给你们听到我们的节目 第一步中就会连读解释 如果十四十八百初的文字